李莲英是不是真正的太监呢? 在清朝对于太监的审查可谓是非常严格 清代实行阉割手术的地方是一个名叫做厂子的破旧小屋 位于故宫的西华门外 流程非常复杂 干这行当的是父子相传 此种行业叫做静身师 而且在静身前 静身师傅还会问当事人后不后悔 只有当事人回答绝不后悔才会开始静身流程 而且除了静宫师傅的阉割处理外 之后清宫每年也都会检查太监两次 李莲英在这种复杂而严苛的过程中很难逃脱 所以他肯定是真的太监